主席各位,處理的習慣員大家好,主席各位請李部長 請李部長 來,羅援早 部長你好 是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都有一個儲蓄的習慣,因為你是管財政的 一般小時候都會有一隻鋪滿 那以前都是說養小豬啊,長大要宰來吃 那我想請教一下,如果這個鋪滿啊,現在因為在選舉啊 送這個鋪滿的話,跟財政部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什麼課稅的啊,什麼其他相關的問題,你們會不會去查這個東西啊? 因為基本上講起來,它只要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嘛 符合我們稅法的規定 他沒有來申請抵檢的,那當然就不是我們財政部的權責 假定有申請,那當然是要照稅法的規定 那是不是可以不用去申請? 基本上因為這個中所稅,它是申報制的 當事人,他假定願意捐給任何這個人 那只要符合稅法的規定 是政府啦,社團啦,這個政黨啦,它有一定的規定 那如果沒有符合這個稅法的規定,那會怎麼處理? 那假定是私人之間有沒有牽涉正語啦 我想這個就變成後面要去查了 那怎麼查啊,這個 所以就是說看金額大小了 標準究竟是在哪裡啊? 因為這個喔,一隻小豬喔,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你如果說千千萬隻小豬匯集在一起的話 我們要討論啊,一隻小豬 部長你猜猜猜看 一隻小豬裡面大概有多少錢? 他是空的殼子還是裡面裝多少錢? 一定裝滿啊,一定是豬是養大的才會抓去殺啊 那他裡面放多少錢? 我們大概算了一下,一隻小豬喔 假設是五百塊來說啦 那,他算一算他說 大概會有十萬隻小豬匯娘家 二十萬隻小豬匯娘家 那我大概算了一下啊 如果是十萬隻大概多少錢? 那就看這個 那五千萬耶 那如果二十萬隻的話喔 數字也蠻嚇人的 是是 那部長覺得像這樣 這個都是符合規定嗎? 因為他是個人小額的捐贈 假定在我們稅法的限額之下 就是變成個人小額的 那符不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 當然我們還是去了解 但就財政部來講 他有沒有牽涉監證扣體稅額的問題 那當然要符合規定才可以了 所以小額的就算了,就不理他了 他還是要符合這個相關的這個選舉罷免的限制法 可是選舉罷免法裡面就講得很清楚啦 就政治先進法裡面 是 你如果是非選舉人的話 你是不可以去捐的啊 是是 那現在如果是很多的小朋友他自動捐 那你這個這條帳要怎麼算 所以這個為什麼社會各界很關注這個問題 所以也必須很審慎的來處理 那部長你的看法你覺得怎麼樣 就這件事情 因為基本上來扣抵稅額的話 那當然要非常的慎重 依據相關的規定來嘛 那假如私人個人之間的這種捐贈的意願 那沒有受到這個正與稅法相關的規定的話 也沒有所得稅法的規定的話 那就不在財政部的權責範圍 但是會不會影響到選霸法 剛才講政黨先進法等等相關的規定 但要符合那個規定才可以 其實部長這個選舉的事情 我倒覺得你不要管太多 因為這種東西你管太多 然後到時候稅務人員又去查 會造成政治的糾紛 是是 因為一隻小豬就是五百塊 要合法就好啦 是 對不過我只是這個討論討論 也希望說 我們在制定法律的時候 可以規定的很清楚 是是 讓大家說這個有所適從 不要產生任何的這個爭議這樣 對沒有錯 那另外我今天回到今天討論的這個重點 就國內進口的這個 貨物裡面啊 現在有 有這個貿易障礙的 就是你課稅的大概有多少種類 那每年的金額累積有多少 這跟委員報告我們的稅值大概八千三百多項嘛 那我們收的關稅大概八百億左右 那這個是關稅的部分 那這個關稅為什麼要收這個關稅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保護國內的產業 國際競爭的問題 政府稅收的問題 它有很多的面向的考量 那不管怎麼講 那我們今天實質有效的稅率才五趴左右 跟別的國家來比 我們相對應該具有很多的競爭力 我們現在就有很多的這個項目 會牽涉到一個是WTO的精神 一個是跟大陸簽ECFA的這個問題 請問跟大陸簽ECFA以後 多久以後全部會零關稅 我的了解是兩年三階段 就是說537項這個部分會變成零 那這個是我們跟大陸之間 互相簽訂的關稅減讓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基本上跟WTO 某個程度也要做相互的連結 我覺得速度要快一點 因為現在東協10加1 10加3 面對的問題是一直在變化 等於就是雙邊FTA的概念 那我們這個很多東西保護 也保護得很奇怪 比如說像剛剛今天大家討論那個牛奶的問題 一個是牛奶一個是奶粉 嬰幼兒奶粉 那請問這個奶粉的部分稅率是多少 牛奶的部分稅率是多少 嬰幼兒是5%嗎 5%對 5%一年的稅收是多少 大概4000多萬 4-5000萬 那我看這個就趕快讓他開放 分析也以為照顧幼兒嬰兒這個部分 這個對嬰兒來講 他是這個牛奶奶粉 是他的大宗食品 因為他不能吃飯 他不能吃肉丸 他不能吃牛排 什麼都不能吃 他只有喝奶粉 吃牛奶 喝牛奶 所以這個部分本席也是主張 這個稅率趕快把它取消掉 部長贊不贊成 基本方向我們當然都同意 為什麼過去會收這個5% 有他的這個相關的經濟的條件 所以我們必須協同相關 因為我們海關是負責指示 這個速度讓他快一點好不好 那如果是誰擋 你把那個名字交給我們 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程序 不曉得這個時代進步 或者是環境的這個需求 像我們有很多激動的 這個大宗物品進口 有時候會激動的調降 比如說之前什麼麥 或是黃豆 玉米 大黃小玉 現在的稅率是怎麼樣 這也是目前有一部分 是激動調整的 這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今天財政部 是負責執行稅客的收入 反過來講 我們主動減稅 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以前就是這樣批評 我們是財政部 是減稅啊 那問題是源頭 木地事業主管機關 相關的產業的工會 有必須具體的意見 然後國際的競爭 國內物價等 要綜合考慮之後 我們來負責執行 另外這個建議部長 因為現在馬總統推動 要進入黃金十年 事實上 包括上中下游 各個產業裡面 有很多的這些原料 都必須應該要零關稅 這個當然牽涉我們整個國家 產業的競爭的問題 像電子業一些必須推動 因為現在我看各個產業 蠻辛苦的 像無薪價 企業這個經營困難 這個難度越來越高 那之前我們遇到說 因為這個企業的難度 越來越高 銀行啊 講到銀行的問題 銀行會不會收銀根 還是會有專案的提出 提供這些電子業啊 提供他們來幫助他們 我想基本上銀行它本身的 這個風險的控管當然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它還應有 我們國家經濟發展上的需要嘛 所以過去多年 以及目前也都有很多的 政策性的融資 這個壽性都有 銀行盡量去配合嘛 那現在有沒有成立所謂的 這個專業的輔導窗口 這個基本上我的了解都有啦 這個經濟部他們相關的 這些輔導的機制都一直都有 那什麼時候會出爐 是一直都在做啦 我想那個就我了解 中小企業處工業局 他們對業務面做一些 現在有這樣的一個窗口嗎 都有我的了解都有 那主席是不是請經濟部 好請經濟部我們 部長謝謝請回 好請經濟部國貿局的賴副組長 以及工業局要不要 好一起來吧 好工業局的鴻副組長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整個製造業 好像是這個人瘦瘦的感覺喔 那經營的蠻辛苦的 當然不是因為說廠商不認真啊 我覺得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啊 可能比歐洲很多國家都還認真啊 那請問經濟部之前講說 要協助廠商度過難關 你們的窗口是什麼地方 然後叫什麼名字 那由誰來協助 那對於這個金融的部分 除了不抽銀根之外 還會特別的這個專案 來讓他們度過這個困難期 這個專案什麼時候提出 報告委員 這個專案部在上個禮拜四下午 我們已經成立了這個輔導小組喔 那這個成員包括勞委會 還有我們的經濟部相關單位 包括像融資的部分信保基金的 中小企業處的信保基金等等 我們已經成立了這樣的一個機構 要什麼時候開始實施 已經開始了 禮拜五 我們禮拜四成立以後 禮拜五我們局長就帶著相關 上禮拜五 窗口是誰 電話是多少 喔對不起 窗口是我們中小企業處 中小企業處的那個 080000256 我們經濟部的輔導小組 0800 對 那個是門護會的一個電話 0800多少 00256 所以這個是一個專案的窗口 是 OK好 那我們希望說 呃 企業是上上下下的 特別是整個經濟的情況 好 希望這段時間呢 暗然挺過 讓台灣的中小企業 企業界可以再創高峰 好不好 請多幫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進口稅的部分 你們不要層層設限 美其民都說要保護這個國內的 什麼生存業者什麼的 事實上 以後全部都是慢慢開放和零關稅 你們應該加強輔導 然後趕緊要這個國際接軌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樓民財委員 謝謝我們經濟的